今天的美食大学堂 我们请来有全台湾分子料理 第一把交椅之称的 西班牙天才主厨丹尼尔 来到我们节目 这位西班牙天才主厨 被人称作美食界的魔术师 因为他娶了台湾老婆 所以留在台湾开餐厅 丹尼尔利用台湾食材 创造出许多到惊人的创意料理 到底有多不可思议呢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见证起机 是在变魔术吗 沙拉晚上的小盆栽 居然瞬间长高三公分 这道菜叫成长花园 别怀疑黑黑的土壤 真的可以吃 那是炸香的魔功 白白的泡沫是起司和牛奶 打出来的绵密泡泡 口感很好 里面有那个 它是像土的感觉 可是它里面 有好像小石头的感觉这样 可是是坚果 那慕斯很舒服 令人惊慕连连的创意料理 出自西班牙帅哥大主厨Daniel 他可是观看国家地理频道 植物生长后才有创意 Daniel是台湾分子料理 第一把椒椅 曾经在世界最知名的分子料理餐厅 Eli Bully担任主厨 他把美食变成最精彩的末术秀 你看碗里头 站得又直又挺的灰色石头 其实就是海苔加入负184度C的液态蛋 变身而成 煮咖啡的西红机器 居然也能够拿来料理 鲜虾汤 OK 那就是对当地当季食材的掌握 他最长采买的地点 居然是清晨的环南市场 其实第一次我来到台湾 我来到台湾 很难 就跟台湾人聊天 因为没有人说英语 但最终很有趣 所以就试试继续继续来 最终有一个大量的颜色 所以 哦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 然后 龙台草戏 所以 你 你很漂亮 很漂亮 你是外国人啊 然后 我会一点点英文的 我觉得 你英语很棒 太棒了 我知道 我觉得老板人很好啊 然后 他觉得我的鱼就是蛮新鲜的 对 然后因为他在台湾 比较不熟悉 就是 大家都当朋友这样 当朋友然后边叫 那个卖他鱼这样 他要杀下 比较不会 他只要 要新鲜就好 因为他鱼就是要 merely good 新鲜就是第一 No新鲜 生气 Yeah No新鲜他会生气 所以说 我买的鱼就是非常的好 这样 Daniel老家 西班牙领海 他特别喜欢挑选 深海鱼肿或软丝入菜 特别像这个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这个也很厉害 这里也很厉害 这里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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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会挑 它像这个是养殖的 它比较少在选 它都选那种比较 红乎野生的 那种吃起来 感觉不一样 很会挑 对很会挑 而且他知道如何挑 因为他们国家是靠 黄海的国家 都对于比较了解这样 Fishy的那个 Clean Yeah Oh very strong That is good 也是铃片 No 然后用它的创意料理 然后很好吃 Yeah 这个就是这个 一直油炸 Fry Try 对油炸 然后 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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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Fry 然后用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吃起来感觉跟人家不一样 Daniel从小喜欢看着母亲做菜 15岁入行到各大饭店学厨艺 21岁 Chung Ye 那一年却被朋友骗光家当 你失败你的工作 你失败你的钱 你失败你的商业 你失败你的商业 或是这样 一天 我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在一旁边哭 第二个是 就努力地 去起来 所以我做了 就是努力地 努力地 一天一天 一夜一夜 就叮叮叮叮叮叮 终于我们来到了 29岁那年 他与猪鼻香鹅肝 做苹果花 拿到西班牙最杰出新秀主厨 而且还让他遇到了 美丽的爱情 照片里的亲秀家人 就是Daniel 心爱的老婆Monica 两人一见钟情 在西班牙结婚 更生了一个 可爱的混血宝宝 玛丽娜 我妻子 在网友上 在网友上 然后我去美西哥 去见她 然后从美西哥 我们就 她决定去西班牙 然后在西班牙 再花了一年 我们就决定去台湾 Daniel放弃西班牙五星级大主厨的高薪工作 在台湾成家立业 最喜欢挑战不可能的Daniel 听说老外把台湾的猪血糕票选成为 全世界最奇怪的食物 他就用法国血肠搭配花莲糯米 利用拿手的分子料理厨艺 透过用油脂转化粉让土豆人 变成超级细致的花生细粉末 迸出全新滋味 以他名字为名的这家餐厅 设计就像是来到未来世界的银河系 Daniel自比是餐厅舰长 穿着自己设计的主厨服装 要带领台湾偷客 进行一场前所未见 结合传统与未来 本土与国际的美食星际之旅